佛说法 这是应激说法 实际上 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 身相之好 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 观佛的报神 佛的报神 不是三十二相 是八万四千相 八万四千表约满 大约满 身影相有八万四千相 每一个相 有八万四千随行好 每一个随行好 放八万四千光明 每一道光明里面 有佛菩萨在 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 换一句话说 从一个身体 就看到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 在身上里头 这是真的 极乐世界 虽然有四土 三倍九平之命 而实际上 平等法界 怎么平等的 是因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每一个往生的人 都得弥陀四十八月加持 到那个地方 就是阿弥陀智菩萨 凡圣同居徒 下下平往生 也是阿弥陀智菩萨 并没有说凡圣同居徒 例外 没讲 生到极乐下 统统都是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要搞清楚 太难得了 太稀有了 我们自己要修到这个 这个地步 要无量戒 这个法门的时候 这一生就得到 不要去受无量戒的辛苦 一生就成就 所以这个法门 叫男性之法 佛劝菩萨 菩萨不相信 佛劝 二臣 二臣也不相信 为什么人天当中有人相信 还有畜生到里头 误鬼到里头 地狱到里头 居然有相信 那 这个信息 佛说了 大臣经上或常讲的 能够相信 这个法门的 过去甚重 曾经供养 无量诸佛如来 那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得到这 听到这个法门 能生起信心 就说明 你无量戒来 生生世世 你修过这个法门 你供养过无量祝福 这一生当中遇到了 得无量祝福 明明当中的价值 你生起信心 生起怨心 你在这些事 语言成熟了 你就能握身啊 真简单啊 真信 切怨 切怨去 我们真有一个 把不得早一天去往生 这样恳切往生的一个愿望 念念不忘净土 念念不忘阿弥陀佛 我要到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去 这个念头要强 强过 我们对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的愿望 我们有个大愿望 就是到极乐世界 去亲近阿弥陀佛 他就难去啊 那念佛的功夫 是你到极乐世界 平为高下 平为高下不要紧 那为什么呢 下下平往生 也是阿弥陀佛 平等的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这一句名号 阿弥陀佛了 把摄放三十 一切诸佛 菩萨名号 统统都包括在里头 你念这一句佛号 统统念到了 一个都没了我 一切经 一切咒 都包在这一句名号里头 这还得了吗 你也是真明白了 真相信了 会死心塌地 念这句佛号 其他全放下了 其实我全都念到了 我一个都没缺 实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